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個 在通脹或者股市比較差的環境之下 究竟有沒有另類投資可以幫我們 保值或者甚至增值 因為其實在市差的時候 可以保值其實已經不錯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現金 但現金也面對的問題是通脹 侵蝕這個購買能力的問題 所以在通脹的情況之下 現在我們都面對這樣的困境 另外就是說在股市差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其他投資產品 或者投資資產可以幫我們 既抵禦到風險 亦都有機會戰勝這個通脹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一個投資 就是黃金的投資 以往很多時候 投資黃金 可能去金店買一些金器 更厲害買一些金條 甚至有一些叫紫黃金的 在銀行有本保仔 每月定期買入一些黃金 它就會在本保裡顯示出來 不用拿一些金回家 前一陣子也有些同事 因為想著去移民 或者覺得這個世界很混亂 所以買一些金粒 一粒粒的金 但我沒有接觸過 或者我都沒有參與過 其實我自己本身 是沒有任何黃金的投資 是純粹我老婆有些黃金的架裝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是比較方便簡單 亦都是經濟的方法 是一個黃金的投資 就是透過ETF 首先看看黃金和股市相對的相關性 是怎樣的情況 這裏就是我們看到的 有一個叫GLD 就是SPDR 杜庫的黃金指數基金 以及SPY 標準普2500指數 我們由2005年開始做比對 看看黃金和標準普2500指數 其實表現都是非常厲害的 除了08的金融海嘯 但金融海嘯之後一年 已經是連升差不多10年了 是2018年有Semi的跌幅 但2019、2020雖然有COVID 2021的表現都是很突出的 所以就說 如果我們買S&P500指數 其實都沒有經歷過很大的風暴 可能短期而已 但如果一年來計 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就是 有些朋友說 我長線去投資 最值得參與的 其中一個就是標準普2500指數 之前跟大家說過 大家是0至200萬 想儲貨的 一個增值 不是想派息 其實SPY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標的 如果我們看看GLD的黃金 其實表現都不差 不過在2013年到2015年 那3年表現得比較弱 是連續3年下跌 2021年也是下跌 但也是一個Semi的情況 所以如果我們看看2015年到2021年 這17、18年期間 其實黃金下跌 都是負數是5年 其中一年還是-0.58 其他時間都表現得不錯 不過你看到它比較周期 可能連續升了幾年之後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跌浪 而黃金其實平日是沒有什麼用的 即它不是一個工業用的金屬 即它不是銅、鐵、鋁、 或者現在用來做電池太陽能電池的鋁 是一些工業用途它沒有的 但純粹黃金就說 當我們對貨幣 一些紫的貨幣 失去信心的時候 黃金的價值就出現了 所以純粹黃金是買一個信心 覺得它是一個實體 無論如何都不會虧得去哪裡 正如我們買樓 始終是一個磚頭 就好過比較虛幻的股票 有些人會覺得 所以黃金未必是一個拿來增值 但通常都是一個抵禦 信心危機的工具 所以我們看看黃金 它不會像標普那樣 說升得那麼厲害 但也不錯 見到一個週期都升得不錯 所以用黃金的投資 我們都可以配合 落活五線譜去看 究竟它現在屬於什麼位置 如果現在看 有機會檢查 它屬於一個比較低的狀況 因為美元加息 令黃金也有所調整 由高位2000 加上之前說烏克人打仗 它是2000 不過現在跌到大概1600-1700美元 所以我們看到 在201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黃金做到一個 逆市做好的角色 即是風暴 而2018年 美股跌4.45 黃金也跌得少些 因為美股升得太久 所以我們看到黃金的 在風暴當中的抗跌能力 我們純粹在2008年看到這件事 但也好 如果股市步跌4.50% 一定是市場很亂 如果現在標普最高 跌10-20% 但如果真的跌4.50% 黃金可能會有機會發揮這個作用 但如果我們拉長去看 今年年-to-day 標準普258.50% 因為剛才沒有顯示2022年 因為它不是一個完整的一年 我們看看今年標準普258.50% 今年-to-day 即到8月份 是輸了12.84% 黃金跌得少些 黃金也算是補到的 即是如果大家沽了一些股票 轉到黃金 其實也沒有什麼 蝕 所以也做到少少的效果 但如果我們去看回 整體來說 黃金十年的表現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吉 純粹是 你當是 可能 某部分的錢 可能5-10% 純粹是用來補一下本 5年和3年都有回報 但10年剛好 因為剛才撞到 2013年、2014年 連跌幾年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處 但其實持久一點 吃到這個 由2005年到2012年的大升浪 其實都不錯 即是說 可能黃金你預計 你希望回報好些 可能持有時間就長些 標準普2500指數 過往10年 每年是有13% 5年是13% 3年是13.53% 一年負4.96% 其實都不是輸得很厲害 其實都不錯 相對於納斯達克指數 或者中國科技股 波幅就小很多 黃金 所以我覺得 你說是什麼 抗通脹 就未必是 如果是 現在的通脹 那麼厲害 它應該會升得不錯 但它就不是 但是 在股災 或者世界動盪的時候 我覺得黃金 是一個不錯的 投資工具 至少可以補到本 所以 如果有5-10% 如果大家的財產比較大 亦都比較怕風險 5-10% 在黃金 其實是不錯的 黃金的ETF 在香港最大間是2840 就是SPDR 美國就是 GLD 那麼 投資這些ETF 是否穩陣呢 這裡 在 在這個 ETF的簡介 都有說 投資黃金 ETF 有什麼好處 第一點 就是在聯交所上市 GLD 在美國 紐約交易所上市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它不是期貨 它真的有實體黃金 股票的ETF 我們好像 現在有些是 比特幣的ETF 是期貨 它不是真的拿著 比特幣的 股票的ETF 就拿著股票 黃金的ETF 也拿著實金 所以 是比較貼近金價 就是實金 而匯豐就是 他的黃金託本人 現在的成本 亦都是 比較低 幾千元便可以買到 另外 就是 如果 日後 你可以投資 香港的 二百三四 二百四 二百四零 對不起 晚上 你便可以投資 是這個 GLD 美股的時段 這樣就比較 是環球化少少 所以 這兩個都是一個 幾值得去 參與的 黃金的ETF 但是 如果你說 讓我選 我便會選 美股這個 為何會選 美股這個 除了可以 採取到 黃金的走勢之外 亦都 大家有沒有想過 黃金 有時 人們會覺得 黃金 我當然買股票 有息收 黃金沒有息收 但 美股的ETF 如果交易 是比較活躍 成交比較多 很多時都會加上 旗權 所以 我們 買了 黃金的ETF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其權 性質的交易 例如 甚麼呢 我可以做一個 銷售 購買選擇 即是 黃金價高 1700元 我可以定 1600元買入 而未到的 你可以收期權金 到後便便可以 便宜買入 亦都可以收到其權金 買了這個 黃金的ETF之後 例如1600元买入 我看一个月不会升到1700元 没那么快升到1700元 我定了1700元一个月后卖给人 可能我会收到期权金 如果真的到1700元沽了 就赚了100元 不到我都赚了期权金 期权金就像月月收息 因为黄金每个月的波幅 都是3-5%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想的东西 下集会再和大家说 黄金GLD收息模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也鼓励我将来出更多类似的影片 提供帮助大家的资讯 记得订阅、分享、赞、订阅 和按个小铃铛 我一有影片的时候 就会彈出来 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多谢各位一直支持 多谢大家